今天我们来谈一下冲浪就是有两个领域 当你要进步的时候 你能够看清两个领域的 第一个就是你能够控制的 另外一个就是不是你控制以内 是你怎么样反应 第一个是启动 你能启动的事情 而另外一件事情就是你需要反应的事情 我们就在这里分解一下一些动作 那一些动作就是你能够启动的 而那些动作其实你应该要训练反应 如果训练反应和训练这个动作的东西 我们就在最后的时候才谈 第一个 划水 划水肯定是启动的 也就是说是你决定什么时候划 要划什么 快还是慢 你决定的 当你划水 你要拿那个浪的时候 对不对 你划的快也是你自己启动的 你也可以放弃 对不对 OK 当你一拿那个浪 浪一起的时候 你的板开始跌 那个不是你能控制 所以那个就要看你的反应 撑的时候 对不对 什么时候撑 你发现板下了 那就是一个感觉 你根本看不到 对不对 是一种感觉 然后那个时差 你做了多了之后 你发现那个时差 它的快开始慢下来了 因为时间本来就是一个相对论 其实OK 然后你越熟悉那件事情 你发现那个时差其实是越来越慢 OK 然后当你跌下去的时候 那个是一个反应 当然接下来就说对 当你要加速 就是你已经有那个平稳 你要加速 那个就是启动 你能够训练 用冲纳滑绑也好 用其他的情况也好 是你能够训练的东西 比如说你能举重 你能够增加你的那个力量 你能够增加你的那个 那个什么 柔韧性 所以那个是一个启动 OK 你能够在家训练的 然后你启动了 爆爆或者加速 加速要怎么加速 有很多种方法 OK 加速 然后当你要做任何的转的时候 它是一种启动 所以其实是能够在 还没有去冲浪的时候练习 比如说就是去碗池 用那个冲浪滑板 或者是滑板 或者是 那个Balancing Bractice 那个快东西 有颗木头的 好像这样的样子 是能够 OK 然后站在上面 是能够 是能够对你的那个身体 的启动 有帮助的 OK 然后 当你上去 上面 也就是说你做一个flute 或者是你做一个air 就是空中的时候 你上的时候是一个启动 你下的时候是一个反应 所以很多时候 它下 才是最难的 上的话 就是你 你基本上知道 我只要拿最高的速度 跑上去 斜度最大的地方 它就会冲上去 对不对 但是吓人的时候 就是看你反应 所以很多时候 当你看比赛的时候 冲上去多高 是有分数的 但是如果 接下来占不到 那个是零分的 因为 那个才是真正的 那个 潜质的 那个本身 那个能力 的地方 OK 当然 我说过两样 人间事情都要 OK 然后 所以其他东西 你慢慢都会知道 反正在你控制以来 都知道 叫做你能够启动的 而在你控制之外 都是反应 OK 那要怎么训练这两件事情 启动的训练 通常都是 和肌肉的强度有关 或者是体能 但是也就是 比较physical 比较是身体肌肉的 那个 关系的 OK 然后就是你的控制 比如说你的那个 柔韧性 上次我们上一个 影片我们也说过了 就是柔韧性 其实有时候就是 限制你很多行动的 所以你如果能够做 能够在你 没有冲浪的时候 你将这些东西搞好的 你冲浪的时候 就简单很多了 至于反应呢 很多时候是很难训练的 你可以用 反应训练 但是 就在 没冲浪的时候 但是在你冲浪的时候 有时候是完全两回事 OK 所以反应训练的话 很多时候 你必须要去到冲浪点 而且尤其是你 挑战自己推比较大的浪的时候 然后你再回去 小一点的浪的时候 你会发觉 诶 突然之间反应 那些事情好像很简单 那个就是训练反应的地方 所以将这些事情 分开来训练的话 那你发觉 诶 我才比较容易看到 我的问题所在 然后我就能够 针对性的在 那个 那一个方面的训练 当我们不知道 问题在哪里的时候 我们就不能进步 并不是因为 我们没有解决方法 而是我们根本 就找不到问题在哪里 好 谢谢